他这奥运史上最多金的男人 美国男子泳队唯一的奥运五常元老 菲尔胡斯一共南瓜二十八面金牌 其中包括二十三面金牌 但退役后却饱受忧郁症所苦 虽然夺奖无数 但菲尔普斯的九千八百五十万美元收入 其实百分之九十八都来自广告商 2014年还因为酒驾超速遭逮捕 当时就坦诚自己压力太大 同样是叱咤风云的超级明星 亚买家闪电波特是奥运唯一的白米三冠王 南瓜八面金牌 估计身价至少一亿美元 却因为喜欢标速快感多次传出 教通意外 2017年告别跑道的闪电波特 最近露面额头明显多了几条皱纹 身材也比过去厚实了一些 相较于21世纪的体坛巨星 1988年退役的中国体操王子李宁 生涯虽然仅六面奥运奖牌 但投身体育用品产业 又从北大法律式毕业 67岁的他 身价已经超过15亿美元 如果闪电波特和原祖飞鱼 年纪都还不到40岁 人生下半场其实财政要开始 在新闻上不早